二手市放皮藥,藍籌屋苑則如沖康夷花園,再有三房單位造價跌穿千萬元關口,以930萬元售出,原業主持貨預三年,在免競洩228萬元離場。 市場消息透露,康夷花園座中層五室,實用面積616方尺,三房間價,原以1138萬元,涉釀價放售,近期以調整至998萬元,最終以930萬元逆手,累積降價208萬元,或18.3%,拆價約15,097元。 資料顯示,原業主於2019年5月以1,158萬元購入,持貨預三年,帳面競洩228萬元,單位貶值19.7%。 沙田上青屋苑沙田第一城又六涉釀個案。 中原地產區域營業董事黎中文表示,沙田第一城48座中層浴室,實用面積284方尺二房戶。 6月放盤時叫價約569萬元,以價後以442萬元逆手,累減127萬元,或22.3%。 原業主於2019年3月以508萬元購入單位。 持貨預三年半,帳面競洩約66萬元,單位跌價13%。 另外,美聯物業聯席區域經理中家豪清,全灣影日灣一座高層藝室,實用面積457方尺二房戶。 以870萬元逆手,拆價約19,037元。 原業主於2019年8月7882.8萬元一手購入。 持貨預三年,帳面虧損12.8萬元,或1.4%。 增加5萬元,貨幅並且設計是無視貨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